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现在大陆外长王毅跟法国的外长 已经举行视频会晤了 那么法国方面 希望跟中方筹备好 双方下一阶段的高层交往 然后要巩固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法方还看好 并且愿助力中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那这样的一个通话 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呢 我觉得他们在为明年 我估计明年马克宏到大陆去访问的 几率越来越高了 因为目前来讲王毅有提出说 我们过去有经济贸易的合作 农业的合作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各方面 例如说航空 航太 像这个空八在天津的组装厂 然后在上海的这个大飞机的发展方向等等 那么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可以继续深化 但是他又提出一个新的 也就是说对于叫科技创新 像医药卫生 医药我想我们观众朋友 因为一般来讲比较不了解法国 其实法国的医药很发达 而且药物的品质非常好 这是实在讲是因为他们是巴士德学院开始发展的时候 他们这方面发展得很好 所以很明显的中国大陆对于法国的发展中 有做了很深的调查研究 这个对于法国来说的话 让他们的药厂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药厂 他们也有这个意愿 所以我觉得提出这种创新科技 还有对于这个医药卫生 还有对于这个绿色能源 等合作绿色能源是中国的强项 那么彼此之间有合作 这个部分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 法国的回应就是说 好我们有个合作路线图 所以我目前一直在查 他们的合作路线图的内容查不到 那很有可能他们已经 双方已经有在做沟通在做协商 但是我觉得双方走了一个正确的路在哪里 他们目前来讲 要让两国的元首能够见面的话 一定是两国的社会氛围 要建立到比较好比较成熟的心理下 那这两国元首一访问 如果说可能一开始就达到国事访问 那这个代表 双方两国又走向更紧密的关系 如果能走到这一点的话 那就不容易了 那因此双方都有共同的认知 这才是我为什么会评估 说比较乐观 也就是说双方都说我们从文化交流开始 人文文化交流 各位觉得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是由于法国人对中华文化 有一种特殊的喜欢 那中国人对法兰西文化 也有一种特殊的喜欢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他们从文化里面来对接 这个文化对接以后 就会寻塑一个比较好的氛围 因为法国的巴黎再怎么样 还是一个文化的都市 它很快的就会散布出来 那我觉得中华文化一旦有对接的话 就创造两国元首 国事访问的一个好的条件 这不简单 这一次两国的外交部部长 能够这样子视讯通话 因为这是第三次的通话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视讯通话 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看起来平淡无奇 其实我倒觉得后面已经铺后面的路 好 那请教一下王老师 那你看不仅是法国 法国急着要跟这个中国大陆 要能够再继续的交好 德国总理萧姿呢 他在接受这个媒体的专访时呢 也强调自己是反对与中国脱钩的立场 当我们这次看到他日前访华呢 其实这已经很明确的表态了 那这次在重申反对脱钩中国 那么最主要他谈到去全球化 跟自愿将贸易伙伴限制 在少数国家内 不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良方啊 错误在于企业跟国家 对个别国家过度的依赖啊 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在暗批美国呢 那现在法国跟德国的态度 这些都是欧盟的大国耶 是不是都在转向了呢 确实啊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德国本来就是 欧洲的经济大国嘛 领头羊 但德国的它的经济的发展 跟中国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事实上他们对外的贸易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就是说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是中国嘛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影响 本来对全球化就有一些冲击 二乌战争的发生 也是大家没有立想到的 这个当然也影响了 整个欧洲的安全局势 跟经济的一个发展 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 我想德国还是希望呢 他能够专注于持续经济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在德国之前 在默克领导之下 他的经济能够持续的一个成长 而且执政绩效非常久嘛 那我觉得肖子当然就是说 虽然党派不一样 他也知道德国的传统是如此 以及德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所在 我相信业界也给他很多的一些这个压力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俄乌战争好像没有这个结束的一个可能性 但总不能因为俄乌战争的这个影响 大家都不做生意的不发展这个经济嘛 尤其是中国大陆他的这个经济 那随着他的这个即将这个解封之后 我想这个商机当然是更大了 那我觉得肖子的话 他在中国的这个二十大结束之后 率先到这个中国去做了一个访问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等于顶住了 有一些人的疑虑 党内的疑虑 跟一些欧洲的一些舆论的一个氛围影响 但现在看起来他走的路线是对的 他可能现在变成一个政策的一个 领头羊跟先知者 因为他的此行成功之后 看起来中德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 是更加的这个巩固 那也带了很多业界去做了一些访问 那我们看到其实美中之间在 这个G20的这个峰会里面 也举行了这样一个会谈 那同时在这个会谈的这个传出来之后 他的一个共识的一个内容上来讲 美方也强调说 他也没有要跟中国进行冷战 也无意的来进行的这个脱钩 美国商务部长也这样子一个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一些 整个局势的发展来看的话 大家都觉得中国的这个市场 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现在法国当然看到 他可能本来跟德国就是一个 立场是蛮相近的 因为他们都是整个欧盟的一个 资助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法国当然看到这样的一个 美国跟德国跟中国关系 都在改善当中 当然他事实上也不能够落居之后 他事实上也要积极的发展 尤其是法国本来就是在大国之间 维持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欧盟的领头羊这些国家 都纷纷展开跟中国的一个经贸的一个来往 这本来其实也就是一个真正该走的路线 反而是美国呢 他自己基于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 做了很多的一些限制 尤其在高科技方面 刻意地去卡中国 那事实上造成了供应链 以及产业链的一个断念 事实上也影响到这个德国 影响到欧盟自己的发展 因为譬如说像 德国 法国都深受其害 对 尤其是像 譬如说像欧盟里面 荷兰 艾斯莫尔 他们的本来其实在中国 有很好的市场 也就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 自己地缘政治的一个禁毒的一个因素 而限制别的国家 但事实上这是美国的利益 未必是代表欧盟自己国家的一个利益 更何况就是说美国的对 不只对中国 但它保有它自己的政策之下 也伤害了这个欧盟国家 譬如说一些绿能电动产业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电动车 所以我觉得现在欧盟国家 慢慢在这种危机的状态之下 也决定要走自己的路 对 讲到电动车 韩兵 我们就看到现在呢 其实刚刚我才讲嘛 德国 法国不都深受其害吗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对美国 你说是不是心里面 是一肚子火 那现在但是问题是 他们摆出了一个 更加强硬的姿态了之后 美国是不是就会怕了 华尔街日报就报导说 因为拜登电动汽车补贴计划 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 美国就推迟关键步骤 出台的时间 推迟大概三个月吧 那拜登现在呢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点缩了 那美国财政部是表示说 将在年底之前发布电池要求 预期方向资讯 本来是说在年底 可是他事实上是已经讲到是 要推迟三个月了 所以意思是再看看了 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告诉大家说 我就不做这件事了 并没有 我只是先推迟看看 我觉得他大概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过度敏感 大概要先缓和一下 他们的对方的情绪 那他自己本身也面临很多问题 而且我们上次也讲过 就是实际上他本来最想要去 压垮了中国大陆的这些电动车 反而没有必要压垮 反而人家找到另外的结盟方式 还在美国继续生产 那你的政策不就是 你不但没有打击到你的对手 反而把你的盟友全部弄死 那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大概也是觉得 自己这个决策 这个方向好像有点错了 所以他们大概会重新研究 但是我觉得不即使是这样 美国整体的 就是他走向一个相对保护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态势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美国开始已经完全 放弃他过去自由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完全走向一个保护 关税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美国自己本身又是世界贸易大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未来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 恐怕都会跟过去产生 截然不同的概念 因为美国的政策一改变之后 欧洲 中国大陆 全世界都会跟着一起改变 好 我们来请老播 让我们换下一张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谈这个话题了 来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呢 德国其实要确保北约核共享 换掉这个龙卷风多功能战机 那可是现在他到底是要买什么呢 以前在梅克尔时代是信誓旦旦说 不买F35 可是现在呢却又说是 赤资84亿美元采购35架F35 那是不是问题来了 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可能没办法如约 交货给他们 那这样不是白忙一场吗 请教赖老师 对 因为现在的F35的生产供应量 来不及供应了 排队排太多了 德国的改变态度 这个引起了法国都非常的不愉快 因为当初他们欧盟有个共同的商定 就是说欧洲人买欧洲的车 但是欧洲人买欧洲的战机 结果德国在这一次就违反了他们的协定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战机如果失去他们的 国防工业的发展基础的话 那完全依靠美国 那这样的话未来整个欧洲的国防就完全依靠美国了 对 本来是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是要共同开发一个未来空中战斗系统 说2026年要首飞的 可是呢 那你德国订单一旦减少了以后 那它的本身的生产量就会减少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研发经费也会不足嘛 那这样的话这样子对于整个欧洲来说的话 它自己未来的战机 你完全依靠法国 因为法国是中等国家 一个中等国家怎么可能发展出 这种未来战机来跟中国大陆跟美国来竞争 因为中美两国的这个本身的需求量大 然后这个经费也够 研究人才也够 那对一个中型国家的法国来说 它根本做不到嘛 所以它需要欧洲团结一致 可是德国的这一次背叛 这个对法国来讲是很大的伤害 澳大利亚的撕毁合同 已经重伤了法国的海军的建造能力 对 现在德国这个订单又抽单 这个对于法国的空军的能力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啊 可是那问题是 现在没有办法如约交货的话 那美国要怎么去跟人家交代呢 对不对 你看目前F-35战机全球使用的国家 有德美 英 义 挪威 荷兰 丹麦 日韩 澳 以色列等等 那么偏偏呢 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如期的交付 当然落马的发言人有讲 147到153架的速率 每一年是这样交付了 可是真的这支票开出来 你觉得美国真的就会兑现 没有兑现的话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一个 其实美国的生产效率已经算很好了 美国战机你现在看它一年能够这样子生产一百多架 其实那已经是相当的有效率了 很快 可是问题是平管 因为你这种战机它太高性能了 而且它的造价太贵了 接近三亿美元 两亿多美元 原本的预估是一亿五千万 本来是一亿 然后川普说我只能用八千万买 但是后来它因为功能一直在增加的时候 到一亿五 那现在已经到两亿多来外销行了 好 各位想想看 这样一个战机要交货之前 一定要全机要做测试 这次测试就出问题了 对 这次测试就是在做这个悬浮 这里 对 悬浮 在做悬浮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因为这个画面我看了好几遍 它在做悬浮的过程中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了 因为它是死量喷射的 死量发动机 一出现问题以后就摔下来 摔下来以后还好 因为开始在滚翻的时候 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弹射商 直接弹出去 它已经是在地面上弹射了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很高 那么下来的时候 那个伞都还没有完全张开 是扔了下来 不过这个飞行员 这个卫飞行员是 烧效的飞行员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么强 这么有经验的飞行员 它本身在做测试 这个飞机的时候都出问题 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它的品管做不好的话 卖出去 那不知道要摔多少架 目前F35是我们看过 新飞机摔最多的一款战机 至少三架以上 什么 最少已经摔了三架以上 真的喔 那这样子 其他国家的订单要不要抽回啊 不会 他们还是 反正没有得选 没有得选 没有第五载战机 只有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供应 那法国跟俄罗斯是四代半 哇 所以加拿大的国防部长也说 短期真的要采购88架F35战机 哇 所以这个韩冰 那这个就算是再怎么样的话 照样 照样还是要买就对了啦 那虽然尽管富比是有讲嘛 洛克希德马丁可能无法如约 2027年限期开始交机 没关系 他们反正订单到手了 美国最开心了喔 那可是 现在我们来讲 那韩冰美中舰载战机 F35如果对上是歼35的话 大陆歼35到底这样子比起来 哪一个比较厉害呢 歼31 歼31 应该是这里啦 对 对 FC31啦 来比一下 这要怎么比较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 歼31是民间给他的称号 因为他还没有正式成绩 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缘号 是 FC31 现在就是 中国大会他们一直在评估这个战机 其实本来有一阵子说 甚至想要把它作为出口战机出去 出口战机 那他们还是在做各种考量 因为他本身 就是对中国大会来讲的话 如果他要用 他大概就是把它当舰载机用 因为他相对比较小一点嘛 因为歼20太大 对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是 他还是不断的在改进 那他因为他是比 就是歼20更后面才慢慢发展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改正 就是过去歼20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他可以再去做修正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他没有出来这里 出来的话 他应该是 更先进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问题是 歼31 我觉得假设真的有歼31东西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他要成功的几率 其实会比美国的F35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F35他想包含所有的东西 空战也要包含 对地作战也要包含 舰载机也要包含 短舱几件要包含 他包含了太多东西了 所以他的技术含进量太高了 结果就是问题一大堆 像你看 他2015年就已经开始装 就是正式服役的第一架F35A 到现在B型居然还在测试当中 已经多久了 然后全世界你看到现在 全世界已经服役了才800多架 表示他每年最多最多 产量就是100架左右 所以我跟你保证他一定会跳票 根本不可能做得出来 买乎啦 你来不及 这个还是要扣掉其他因素状况下 你都做不出来 更何况他现在订单持续增加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其实不急 我慢慢做 然后有新的技术我就再灌进去 那而且其实歼31是相对一个比较小的飞机 所以比较小的飞机 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多 他当然你如果要去比载弹量 因为F35比较大 所以他的载弹量航程可能都会比较好一点 可能问题是他相对背的装备也比较多 所以他的问题也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当然第一个 你还没有正式出现的东西 你要去比较 很难做比较 可是我认为与其 你仓促推出之后 不断的在那边debug 老讲F35比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等到他正式程序 可能要到五年十年以后 那你等到他所有能够交完 你知道美国自己光订 就订了2500架 美国到现在服役的不到五分之一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交机形成可能会拖到 19 20年之后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本身没有意义 美国基本上 他光是要生产 然后把妥善率改正 恐怕都是要十年之内 都很难克服的一个问题 是 好 这个谢谢我们的斗内列车 这个楚洋给我们的斗内 谢谢你 非常感谢 那么现在的网路确实也不太稳定 那刚才我看到还有转圈圈 因为我自己有在试 那最近流量确实是有点奇怪 我们都发现了 我们的工作团队也觉得有点奇怪 那我想这个到底是不是跟什么样 你看不见的力量有关呢 这个就请大家就先一边打上个问号 那但是再来就是要请大家帮忙做一件事 还没有按赞的请记得要按赞 然后请记得把今天节目的连结 要转po出去给更多的人看到 欢迎你也在你的群组里面 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头条开讲需要大家的帮忙跟支持 好 来 但是这个 说实在的最近流量确实是蛮怪的 好 来 回来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今天当然这个有智库 亚洲海市透明倡议发布了报告说 越南下半年在南沙群岛 多个前哨基地加速扩展的工程 新增了170公顷的陆地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那要请教一下王老师 因为陆媒到底他们是有做一些推测的啦 包括是不是给平民住的啦 抢开采油气权吗 或是南海主权声索呢 这是越南的一个举动 那这到底对于这个地方的 所谓的区域安全稳定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当然一定是跟主权的声索是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南海地区的话 主权声索有六个这个相关的主权国家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个单位 当然我觉得其实越南他们这些 其实都是后来来增添上去的 因为中国很清楚就是说从这个历史的一个角度 从这个国际法律的一个角度 它本来就拥有南海相关的这些岛屿 只是过去的话 因为在二战之后这个纷乱的情况之下 包括越南跟菲律宾都抢占了一些岛屿嘛 现在中国大陆有实力之后 当然它事实上是不放弃这些主权 它也慢慢越来越有能力来经营这个南海地区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大陆在这个 一些这个礁的方面 基于在南沙群岛的一个主权的 一个一个伸索的一个需要 以及战备的需要 当然它也扩建了这个 它的这些礁的一个区域 那事实上 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 过去事实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跟这个批评 可是真正其实在这个岛屿的扩建方面 越南早就在做了 但是美国双重标准 它不讲这些事情 那现在我们看到大陆有这个能力 经营这些岛礁之后 越南也开始来增加它的一个速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明就是说 在南沙群岛的争议上来讲的话 大家都为自己的权益来竞争 那所以美国也不要说 单方面只是对中国有不同意见 那你如果说你跟越南关系比较好 但是你就不讲越南这样的一些扩建的一个过程 这其实就是双重标准 那第二个也证明就是说 大家为了要争取这些主权 也都纷纷采取实际的做法 来去取得比较有利的一些位置了 所以我觉得越南这样一个做 当然就是跟它的一个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主权的一个伸索 以及经营南海地区有关系 当然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会使得这个问题当然更加的一些复杂 可是事实上我想大陆其实也强调就是说 基于这个主权的维护 这个原则不放弃情况之下 希望对南海的问题能够经由这个相关国家 大家共同来探讨 所以说过去有南海各方行为的这个宣言 现在也在积极协商南海各方行为的一个准则 大家其实在这个相关的国家里面 大家就可以透过这个对话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重要是说不要有域外国家来进行干涉 来进行三风叠火 像美国它本来就不是这一个区域的国家 它特别的就在这个地方又挑说像菲律宾 提出一些南海仲裁案 又去支持越南的一些作为 自己又派航舰到这个南海来做一些寻意 打着自由航行的民意 但事实上来讲 其实就挑战各国的主权的范围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 还是由这个相关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国家 共同来协商处理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好 那么韩兵 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说 到底是不是俄罗斯要跟白俄罗斯联手 去进犯这个基辅 那么普丁他强调 他反白俄罗斯强调 根本无意并吞任何人 还说谣言出自心怀不轨的人 白俄也强调判两国要加强军事合作 倒是美国在旁边看着呢 这个普莱斯还说这很讽刺 俄军在白俄罗斯领土的部署 你看那个情况 其实白俄罗斯早就已经没有主权可言了 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那现在到底俄罗斯普丁 他的下一步什么时候会开始行动 摩尔多瓦这边认为是明年的春天 最有可能谈兵 明年春天 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 因为春天大家都知道 春天如果一旦解冻的话 其实对军队的进行那边 乌克兰那种草原地形 其实非常不利 对一些重装备啊 坦克这些不是很有利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认为是春天 如果要打的话 我觉得是冬天 冬天对俄罗斯来讲比较有利 可是问题是 我并不觉得普丁 一直想要进攻 我觉得他希望是 因为他已经把这些地方等于实质上 并入他的领土了嘛 我觉得普丁其实希望的 就是国家要承认 这个现在是他的领土 所以他不会想继续说 什么攻向基辅啊 或者什么 我不认为他会想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所以普丁才会认为说 你这是你们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那至于那个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讲这个 我觉得很好笑 如果说俄罗斯在 白俄罗斯那边有军队 就叫做白俄罗斯丧失主权的话 那所以你再告诉我 德国 日本 韩国 一大堆的这些国家 全部都丧失主权 你是在告诉我这件事吗 美军在那边有多少人 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啦 你要去讽刺别人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 美军才是全世界在外国领土 驻军最多的国家 你驻了多少国家 欧洲一大堆国家 你都有在驻军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那你要不要去跟你的盟友解释 你是不是正在侵略人家的主权 是 好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赶快谈谈 阿根廷 最近我们都在关注这个阿根廷 士族封王 这个全国为之振奋 不过说实在的 暂时是可以让他们忘记 一件透苦的事 因为通膨已经高达多少 百分之五十之后 预计年底将近百分之百了 生活日子过得是苦 不过又正逢二十年来的最干旱 这可能会危及 全球的黄豆生产 那么到底中国大陆会不会也被波及呢 比方说用油的部分会不会也连带遭殃了呢 赖老师 阿根廷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他缺口是四百四十亿美元 那过去他被美国养套杀 养套杀 被美国养套杀 就是用MF 因为MF基本上是美国人在控制 那美国人在控制的情形下的时候 他先贷款给这个阿根廷 阿根廷拿到贷款以后要给利息 那后来没有能力产还怎么办 再贷款 用贷款来的钱去支付一部分的利息 就这样子养养养养到一个程度以后 由于阿根廷的经济一直提升不起来 他的产品一直出去卖不好 那卖不好 原来阿根廷比较大宗是往美洲这个地方卖 那他是最近好不容易跟中国大陆建立起比较深的关系 那中国大陆也因为在发展北斗的时候 需要阿根廷 因为北斗的整个全球布网的时候 需要阿根廷的这个 他的处于在南极这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接收站 所以中国大陆跟阿根廷慢慢的建立起紧密关系的时候 对美国人来讲他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那后来阿根廷他由于在福克兰群岛的战争的关系 他跟英国较二 那英国本身也对阿根廷不友善 那所以阿根廷他的国内的人民也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他们希望跟中国大陆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的时候 就是把你刚刚建议介绍的那个歼31 就是骁龙战机 把他移到这个阿根廷来 目前他们原本是计划只能先买三架 但是如果可以把生产线 维修厂在阿根廷建立起来的话 就可以创造阿根廷的部分的就业机会 而且呢也可以透过阿根廷在南美的影响力 然后让南美的国家来去了解 骁龙战机在这个地区的战斗性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些国家就摆脱美国的依赖了 因为美国一直不肯给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 卖他的主力战机 例如说F-16 他不肯卖给他们 因为他担心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的防空能力 或是空中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强的话 他们就越来越不会理会美国 而且有能力跟美国对抗 那因此骁龙战机是可以改变地缘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进型 那因此阿根廷就希望担任这个火车头的一个角色 那美国当然就不同意了 那英国更担心 因为英国担心说如果阿根廷拥有骁龙的话 那测试很好的时候 他可以取得这个制空权 那他把这个福克兰群岛再把它夺回 那英国就无法跟他对打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看到的一个局面是怎么样呢 就是英国最后妥协 英国就愿意说卖二手的F-16给阿根廷 所以英国就跟美国协商 那美国目前我们估计应该是用MF的力量 来威胁阿根廷让步 所以目前听说阿根廷对于骁龙的战机的采购 已经暂时停止 但是并没有那个整个时期 为什么因为他的总统 目前面对他国内更大的反弹的声量 因为他的国内的民众 比较希望是买中国的骁龙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真正摆脱美国的控制 那现在的他的总统就目前来讲 举期不定 所以鹿死谁手还不晓得 好 这个谢谢 我要再次谢谢我们的这个近撩的楚洋 因为一直给我们这个抖内 那个抖内的列车还在开动着 非常非常的谢谢 真的很感谢 那另外我们现在这个 我要问一下导播我们还有多长的时间 还有两分钟多 好大家现在看到我这个旁边的这个画面 这个是美国的北加州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地震 这个规模6.4 那刚才呢有及时新闻提到说 你看6.4规模的强震 那么 这个地震只有深度只有16公里 很浅 对比较浅一些 那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只是一个 推特上面看到的一个照片 那么看到这个地都有一点正裂开 那这个地方呢 那我想这个是在北加 它红宝县Firm Bridge 那目前是被封锁的 那超过 我刚刚看到及时的消息说 有超过5万的住户停电 这个大概是在旧金山以北130英里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有居民就形容说好像在翻滚一样 那我也不知道我们线上有没有这个加州的朋友 或者是在美国地区的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安好 是不是刚才都一度饱受惊吓呢 这个是在凌晨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规模6.4的地震 那截至凌晨3点钟 目前只知道说加州的北部有超过5万户 有受到这个停电的影响 那当然也有看到比较新的一些画面 你看这个因为强震一来 很多家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那畜丧市里面呢 这个瓶瓶罐罐啊 都倒的这样子七零八落的 那么家里面呢 你看到哇 这个可以想见的呢 这个摇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个瓶子啊 全部都这样子倒了出来 连柜子啊 这个门都被震开来了 所以显然这个地牛翻身的这个威力 是相当的大的 只是我们不太晓得这个感受到的 级数是有多强 平常我们如果是三级啊四级啊 都会觉得是很摇很晃了 那这个是在刚才美国北加州 所发生的一个比较强烈的地震 那希望大家都是平安无恙 只是看到有这样子一个最新的讯息 及时发布出来 也请大家也及时的关心加州的朋友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